謝謝 好 然後其實我也 我也是一個就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 我跟大家可能就是 經歷我們有很多 但我只是想要來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我就來了 所以我叫曾華一 然後英文名字是Edward 然後我很愛吃 我很愛煮菜 然後就是別人都會叫我愛德華 然後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學生主席 那主要是透過它的交換計劃去培養 就是學生跟學生的團隊合作 跟領導力這件事情 然後我現在的工作是一個 韓國的NGO發授的一項計劃 那只是很不重要的重點是我想要講我的故事 那其實這個故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想要讓國際交流這件事情變得更簡單一點 那聽到國際觀 國際交流 你可能想說出國啊 或者是交換學生啊 旅行啊 國際志工啊 還有什麼外交部的一些企劃 這些東西都很詭異 都很花錢 那有什麼方式是我們可以更跟這個國際旅遊連結 然後接軌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方式是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在ISA工作的關係 我接了一個跟台灣馬來西亞之間合作的一個轉案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環保的一個設計的一個議題的應對 那因為台灣其實做資源回收這件事情從國小 然後還有從我們平常走到看到的東西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當時馬來西亞這邊就希望說 我們可以送一些台灣人過去 然後把這樣子的一個環保醫師帶過去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開始去跟馬來西亞 那這個地方有更多的連結 在2015年的2月 在2015年2月我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突然接到一張信 然後它是就是 ISAFE馬來西亞總會會長 就是寫對我的一張信 然後它是就是左上角那個 Frey演奮美國的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在信說 他就是在信提到說 欸我覺得你就是在馬來西亞跟台灣這個專案 好像做得不錯耶 蠻有成果的 他就是寄了一封邀請和邀請我說 欸那你要不要來我們的團隊工作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好像有出來 但是下面那樣圖片座的團隊 我們團隊有12個人 然後我們有6個國家 有葡萄牙、美國、印尼、馬來西亞、台灣 跟各地亞 我就想說 這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的挑戰機會 我就接下這個邀請堂 我就就是把申請的程序跑完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又被那張照片是 我出國的 2015年的6月出國那一天照的 然後我就想說 嗯我要當一個很勇敢的台灣人 我一定要想辦法在這個地方 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野心很大 然後其實因為我在工作的內容 是社會議題專案 社會議題專案設計 所以比如說我是去那邊設計 教育環保 然後可能人權 就是這些領域的一些專案 然後我們讓國際職工去做那邊的專案 我原本以為它是一個非常就是簡單的一個工作 因為就跟我在台灣做的事情很像 我有設計過環保專案 然後帶去馬來西亞進行 可是我到當地才發現 其實跟我想像中的有一點點落差 落差的點是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在國文化上的不適應 我沒有想過我在國外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老闆會是一個美國人 我沒有想過我在一個跨六國的團隊裡面 他們講話就是歐美國家講話比較直接 每一個就是我在工作上面會非常的不適應 也不知道說我當初 我當初在到的前三天 我就想說我應該要怎麼樣去表現自己 我在我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我在一個國外的團隊 我要怎麼樣去表現自己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類似這樣的疑問存在 第二個問題是 我是不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去那邊設計一些當地一體的專案 我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表達說 馬來西亞的教育就是什麼什麼東西的問題 那可能台灣我知道 台灣可能天涯是教育大家都在講 那馬來西亞這邊我沒有辦法 這樣子有很強的連結 我一定要去透過問問題的方式去跟這個地方更了解 可是沒有辦法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去了解 我想要為當地改變這個議題是什麼 第三個我英文不夠好 我不是native speaker 當我們一個團隊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永遠都是歐美的人會先開口 永遠都是他們都會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是我常常不知道該怎麼去尋求我的幫助的時候 我就會不知道該怎麼講 所以其實遇到這個問題 我就很常會很想要放棄 又會很想要回來 可是 我開始意識到 我開始意識到就是 我自己對於國際資訊開始跨國反對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本身適應的不足 我就做到9月之後 原本想要放棄 然後我就想說10月休息一下 我就有一天就在Facebook上面滑說 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反正Facebook是有一個 我突然就看到有一個瑞士的一個國際機會 去申請裡面當獎師 我就想說好 那我反正 我不知道要怎麼解決嘛 那我就先把我自己丟到一個環境 知道我就知道說我可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兩個 我就是在這一年的兩個很重要的啟發 第一個啟發是 我去參加一個瑞士的一個年度的國際會議 那基本上 Isaac瑞士他都會透過每年 這樣子召開國際會議 然後去召集各個地方的信念 然後大家提供一些解釋 想法這樣子 那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代表去這邊 我就想說 那我能夠做什麼事情 我就開始觀察這個地方 給我的感覺 這個瑞士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國家 然後當地在提升一些這件事情 也非常非常的興奮 所以當一個很大的平台 在討論一些不同的點子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看到的事情是 一個國際會議面 320個人裡面有57個國家 大概在討論同一件事情是 身處在瑞士的信念 他們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我就開始相信說其實很多很多點子 點子的碰撞 不同的交流文化是可以創造出一些很新的想法 是創造出我們平常看不見的東西 我帶了這樣子的一個感動 然後我就被當地的衝擊到 我就回想說 那我在馬來西亞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回到馬來西亞之後我們有一個活動是 它也是一個就是 埃德年中間的幹部訓練大會 那 我們 我們 在做的事情是 我們透過 我們在這場的訓練會議也是聚集 全大馬的13個大學的大學生 一起來討論說馬來西亞的一些現況 我們都設計了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相信 大家如果團結 把不同的點子說出來 那馬來西亞才會更進步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國際的活動 整個會有500個人 我們把 我們把 不同顏色的補條分別是紅色白色藍色跟黃色 我們就發給每一個人 我們就跟大家說 好那你要現在做一件事情是 你做的這件事情要有辦法代表馬來西亞的一個物品 那每一個人就想說 欸我說這紅色國際能幹嘛 白色國際能幹嘛 就每一個人非常非常的有 confused這樣的焦慮 不知道下一步 突然有一個人 有一個華人就衝上去說 那我幫我們來做國際 那突然就 大家都 大家就是好像 好像懂說每個人的定位要幹嘛 然後 每個人就開始拿著 自己的顏色那個補條 開始在那邊擺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就發生一件事情說 發生一件事情 其實 其實 今天我在哪裡不重要 今天重要的地方是 就是我能夠為當地做什麼 我今天在馬來西亞工作 我能夠為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做什麼 所以 我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我更很清楚說 我跟馬來西亞之間的連結 我被這樣子的一個 他們想要團結的一個故事所感動到 我開始想要去 透過我設計的專案 讓各個國家的年輕人 各個國家的 不同的國家的人 都看到說 馬來西亞是有這個 這個是你的潛力的 但是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非常的 就是 空虛 我就想說 那台灣呢 台灣 國際機會不是 不會不多 可是感覺都會只是那些 很多 很少機會 都只有那些 很厲害的人 才能出去 或者是你需要 限制 就是需要能力很強 錢要 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你才能出國 你才能去體驗這件事情 但我就發現 我希望可以透過我的方式 把國際交流這件事情 變得很簡單 那 我想跟大家講 我做的方式是 我最關心就是 聯合國它有一個 永續發展目標 它針對於 環境跟社會的永續發展 推動的17個永續目標 那雖然今天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去知道 其他國家的人在做什麼 其他國家的人關心什麼 我可以怎麼樣 透過我關心的事情 他關心的事情 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流 創造出一些新的點子跟火花 所以這個是我透過的方式 所以像我現在工作 就是做一個國際會議 那我希望就是透過 我們把不同國家拼勉 然後聚集在一起 大家一起在討論說 針對環境跟永續 針對人權犯報 大家可以有什麼東西 可以互相選起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讓台灣 跟國際協會的方式 我們不用出國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 別人在幹嘛 我們也可以知道 怎麼樣透過別人在做的事情 帶一點新的想法 會來台灣 那這個東西 我不用特別做 我只要去關注這件事情 我就可以做得到 對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勇敢的去找到自己的 跟國際接軌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 有一個連結 會讓你跟世界有更多的關係 或者是 這件事情本身 對我來說 是因為我發現 這件事情創造了世界 談話的共同點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為台灣帶一點東西出來 對 是我的方式 然後希望你們也可以找到 你們自己的方式 謝謝